独立马事变,卢沟桥事变,日沟的铁蹄不断蹂躏着中国大地,一寸河闪,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无数中国军人用血肉之躯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他们当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抗战名将,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战篇章,其中更有不少人血洒疆场,一身殉活。 他们都是谁,留下怎样的英雄身影? 天涯共赐时,带您走进小烟弥漫的抗战岁月,为您呈现抗战名将的传奇往事。 面对严峻的江南抗战形势,他被一致推去,永挑重担。 素育的综合数字非常高,他是能够独当的面。 不畏日寇,挺进敌后,新四军先前队却不被看好,贫遭质疑。 你们明知山有虎,何必再向虎山行呢? 为提振士气,他小事牛刀,一番周密侦查之后,巧妙设服。 一切靠打仗来说话,有优势可以搞伏击,他就决定要打维港这一场。 他只会采取攻势作战,拿上车桥,令日军气急败坏,赞战心惊。 素育最大的特点的是,思维非常整体。 毛泽东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以后可以带您四五十万。 敬请收看天涯共赐时,新四军中的抗战名将素育。 从新四军里走出的抗战将领当中,后来有一个人被毛泽东称赞是最会带兵打仗的战友。 这个人正是素育。 那今天,我们就带您重温素育和新四军在江南敌后的抗战岁月。 1937年孙虎会战势力后,东南一带的上海、南京、杭州等主要城市相继被陆军占领,抗战形势变得异常严峻。 1938年4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新四军的主要任务是向江苏、浙江等省的江南敌后伸入,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 为了稳妥起见,党中央要求新四军军部选派一位全才,率领一支先前支队,先到底后进行战略侦查,以便为新四军主力进驻,创造条件。 到底该选派谁来担当重任呢? 大家都在冥思苦想谁能胜任时,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陈毅推举了肃育。 肃育当时的职务是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员。 陈毅的提议得到了军长叶挺的赞同。 叶挺对这个年轻人的印象是革命坚定,人很机灵。 据说当时大家一致推举,说肃育,为什么就是他会有这么高的威望? 当时新四军呢,军长是叶挺,副军长是向盈,下面有四个支队, 肃育是第二支队的副司令。 那为什么选肃育呢? 因为肃育有很多很高的军事素质,作为一种先前司令。 第一个,敢于勇于承担责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到敌后去非常困难的, 你没有这种信心和决心,敢于承担历史责任,肯定是不行的。 第二呢,肃育的综合素质非常高,特别善于随机应变。 选肃育作为先前队的领导呢,还有一点, 当时我们党发现肃育啊,他是能够独党一面。 因为之前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首先是率领北上抗战先前队, 后来跟红石军团会合以后呢,他一起在打仗。 红石军团失败以后,是肃育算令五百人突围出来, 自己独党一面,独立的打开局面,建立根据地。 这个素质非常的重要。 你有的人比如说能够打仗,但是建立根据地不内好。 有的人会建立根据地,但打仗不内好。 他是军政双全。 比较全财的一人。 比较全财的一人。 事实证明后来也是不负众望。 选对了。 选对了人。 人选确定之后,新资军军部很快把选派素预的提议上报延安。 毛泽东对于这一安排也感到非常满意和放心。 虽然素预年龄较轻,但早在井冈山时期, 素预在毛泽东的眼中就已经是一位青年战术家。 这两个相差十四岁的湖南同乡, 曾在井冈山上有过六年共同战斗的岁月。 素预一九零七年出生在湖南惠同县一个殷实的洞族家庭。 十岁那年,父亲开始教他管理家庭账目, 准备让他紫长家业。 当时远在湖南常德的第二师范学校, 每年都回到惠同县选拔两名学生。 自幼聪明的素预出世就被录取了。 看着素预的录取通知书, 爱子心切的母亲迟疑地说, 现在外面不太平安。 然而素预却打定了主意, 措辞坚决地对父母说, 你也要去求学。 拗不过倔强的儿子, 父母只得为他凑了路费, 办了酒席送行。 1925年春, 素预考上了湖南第二师范学校。 1926年11月, 素预依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并在412政变后虎口脱险, 报名参加了由叶挺担任市长的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 1927年6月, 素预转为共产党员。 在党员登记表有何特长一栏里, 他写着了三个字, 跑长路。 8月1日, 他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 并在1928年4月跟随朱德登上井冈山, 见到了早有耳闻的毛泽东。 他自己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第一次是猪猫会师, 在井冈山的龙江书院会师, 开了一次联谊上干部会议, 他参加了。 后来呢, 开了一次红四军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他参加了。 还有一次毛泽东召集联谊上的开了一次会。 开会碰到的比较多, 直接沟通的比较少。 但是呢, 他苏宇可以说是在猪毛的领导之下, 一仗一仗打过来, 我们人民军队建设呢, 一步一步走过来, 在两位这个领袖人物的言传身教, 可能还是身教多于言传, 这么之下过来, 学到了不少的本领。 那么这位他日后做领导工作也好, 这个抗战也好, 是不是奠定了很深厚的基础。 所以后来回忆他的这个成长历程啊, 他非常重视井冈山河江西这段时间, 他说这段时间呢, 是我从一个士兵慢慢的成长起来, 到学会打仗, 走出重要一步的这么一个时期。 这个这段时期呢, 总的来说呢, 根据他的回忆, 他学到三方面的本领, 第一, 怎么建军。 毛泽东召集他们联谊上的党代表开会, 正就他们对党对军队领导的意见, 他就感到很惊讶, 他原来在国民革命军第24师这个集训的时候啊, 他接受的教育是, 要绝对服从上级。 你看毛泽东这边呢, 说征求你的意见, 他就感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建军思路。 在井冈山时期, 有一次在龙江书院开党代表会议时, 年轻的素玉曾向毛泽东讨教, 为什么要反复给战士们讲, 织布建在帘上的问题。 听完素玉的问题, 毛泽东笑着对他说, 我们常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连队就是军队的刀刃, 共产党员就是好钢, 共产党的织布建在帘上, 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毛泽东用通俗的比喻, 解答了素玉的疑惑, 帮助素玉理清楚了建军的思路。 不仅如此, 在井冈山时期, 善于学习了素玉, 还学到了军事之外的本领。 他学到了根据地建设的本领, 因为当时两项工作都很重要, 第一打仗, 第二就根据地建设, 毛泽东说根据地就相当于人的屁股, 没有根据地你就待不住, 你只能是进行流扣式的运动, 有根据地我们可以不断地发展壮大。 那么素玉就学到了这个本领, 对于他后来抗战建立了根据地, 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榜样, 第三个就是打仗。 那么素玉这个打仗呢, 完全是从毛泽东朱老宗那边, 通过他们的身教过来的, 比如说要选弱敌打, 要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 我们这个打仗跟外国打仗不一样的, 他就是在这么一个状态下, 面对这样一种敌人, 因为我们现有的这种比较弱的装备, 这么差的条件, 这个怎么打, 要实事求是, 对什么样的敌人打什么样的仗, 对于什么样的, 有手里有什么样的武器打什么样的仗, 就这一些学过来以后呢, 对他呢, 相当于来说他掌握了一个方法论, 在苏中抗战的时候, 他就运用这个学道的本领来打仗。 虽然没有上过正规的军事学校, 但是从毛泽东朱德身上, 也学到了很多非常实用的这种军事技术。 他是真正从青山大学出来的。 青山大学毕业, 是对实践中成才锻炼出来的素玉, 一种形象的肯定。 1934年, 27岁的素玉, 担任红军北上抗日先前队参谋长, 跟随六千年的红军队伍, 从江西瑞金出发, 经福建进入浙江, 晚南, 一路宣传抗日的同时, 也掩护了中央红军主力, 战略转移。 先前队遭遇失败后, 素玉衰支队伍突出重围, 并于1935年重新组建的红军挺进师, 开始在明北浙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一直到1938年3月, 这支部队才正式编入新四军。 所以当毛泽东接到新四军军部的电报, 说准备让素玉再次出马, 率领新四军的先前支队挺进江南敌后时, 以他对素玉的了解, 很快批准同意。 这支先前支队到达江南敌后之后, 具体都完成了哪些方面的任务? 所谓先前, 就是先锋关, 先行关, 后续还有主力部队要来, 那么这支部队出去以后, 他就承担一个战略侦察的任务。 战略侦察呢, 不是我们说走走看看就行, 包括很多方面的任务都要执行, 你比如说, 首先新四军咱们先前支队到江南以后宣传抗战的国策, 因为当时在江南地区, 抗战的信心很低入, 觉得打不过, 大号河山一片一片的都丢掉了, 新四军去, 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他们, 我们是最终能够战胜日本人的, 这是一个。 第二呢, 要宣传新四军, 因为当时在江南地区, 已经有很多的武装打的抗战的旗号, 这里面当然有真心抗战的, 但是不得不遗憾的说, 里面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打的抗战的旗号, 但是抗战不积极, 敲杂啰嗦老百姓倒是手段很多, 良有不起, 那么我们新四军去了以后, 要给他们梳立一个新的形象, 就这是一支真正的为抗战而来的部队。 1938年5月, 先前支队来到江南敌后, 作为指挥官, 苏玉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当地抗战士气低迷。 而且当地军民, 包括国民党第三战区的一些军官在内, 都对于苏玉率领新四军先前支队来到这里抗战, 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他们消极地认为, 抗战这件事, 是连装备金粮的国民党部队都完不成的任务, 装备落后的新四军又怎么可能完得成呢? 因为新四军这个装备比较差, 两艇机枪, 其他都是步枪, 而且是一些旧枪, 这个装备就没法比了。 所以国民党有个军官对苏玉说, 说贵军纪律良好, 你作为一个政治宣传队到这儿是可以的, 要是打仗嘛, 只有且听下回分解了。 他认为新四军根本打不了, 因为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 当时跟日军打, 也抵不住。 你说你新四军这么几条破枪怎么抵得住呢? 而且当时地方老百姓, 包括一些乡生都对苏玉说, 说你们明知山有虎, 何必再想虎山行呢? 你说你们这个也是不行的。 所以苏玉就是想, 就是我们既然到这儿来了, 要打开局面, 要站稳脚跟, 要打出新四军的威风, 那么必须通过打仗来解决问题。 战争年代说, 其他的事情都是空口白话, 没用的。 检验里就是这支部队到底能不能打仗, 能不能打胜仗。 看你的战绩。 看你的战绩。 所以苏玉当时提出个口号, 就是一切靠打仗来说话。 他就决定要打维港这一仗。 维港, 原称维港, 位于江苏省镇江市西南, 约15公里处。 这里的地形以丘陵和小山地为主, 从镇江市到聚荣城的镇聚公路, 恰好经过这里。 镇聚公路是聚守镇江和聚荣的日军 彼此往来联络的一条繁忙的运输线。 苏玉经过侦查发现, 日军每天都会有几十辆汽车 从这条公路上通过。 往返时间分别是上午8点、 10点以及下午4点前后。 于是苏玉决定, 就在维港这个地方打一场伏击战。 那当时打伏击的地方应该很多呀, 为什么挑到维港这个地方? 有什么独特的这个原因吗? 苏玉特别会指挥作战, 尤其是特别喜欢筹划和那个侦查。 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打呢? 首先是选对手, 跟谁打? 如果跟日军的野战主力部队打, 肯定是不行的。 最好打他的运输队。 打运输队第一是又好打, 第二呢, 还有缴获。 就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打仗, 缴获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打了以后赔本绝对不干, 选了对手以后就要选时间, 选地点。 首先是选地点, 江南一带都是平原水网。 那就是维港这个地方呢, 有两个小山, 公路从中间通过, 弯弯曲曲的还有坡道。 这个地方有优势可以搞伏击。 镇距公路经过维港的这一段, 东侧有198米高的赣川山, 西侧有455米高带高离山。 公路夹在两山脚下形成了一条弯道。 弯道两侧是茂密的树林。 由于地形的原因, 往来日军的车辆通过这里时, 必须要放慢速度通行, 而且前后车辆很难互相照应。 在素玉看来, 这样的地形正是打伏击站的好地方。 除了地形因素, 经过周密侦查和思考, 素玉发现道路两旁茂盛的树木 也可以给伏击站帮上大忙。 这个树啊, 第一是便于隐藏, 还便于干什么呢? 把它锯掉, 挡住那个汽车的去路。 素玉考虑非常仔细, 锯了以后呢, 先不放倒, 怕日军看见了, 然后弄绳子拉着, 日军过来, 马上放倒, 挡住去路, 就开始打了。 一方面选好地点和选好时间, 素玉经过侦查发现, 那最好是上午打, 头天晚上过去埋伏下来, 第二天又打, 打了就走。 所以说素玉非常注重侦查, 包括他打完以后, 怕日军来征援呢, 所以他就量好地从南京有多远, 正江有多远, 量得清清楚楚, 所以最后选了维港这个地方, 特别适合首站, 伏击站。 1938年6月17日, 维港伏击站在一场大雨中, 小然展开。 早晨八点多钟, 日军五辆汽车开出正江城, 向巨龙方向开去, 这些日军根本不知道, 埋伏在维港的素玉和新子军, 已经等候他们多时。 沿见日军车队进入埋伏圈, 素玉一声令下, 几枪般活力全开, 日军一下子就淹没在了枪延大雨中。 经过半小时激战, 日军包括一名少佐和一名大佐在内的十余人被打死, 数十人被打伤。 当镇江方向的日军文迅赶来增援时, 素玉早已率领部队, 打扫完战场, 顺利转移了。 在素玉指挥下, 维港伏击战为出道江南的新子军赢得了赫赫威名, 也让此后的增兵阔军变得更加容易。 新子军全军上下大为振奋, 爱好写诗的陈毅写下一首七言绝句, 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 故国旌旗到江南, 中叶喧呼敌胆寒, 朕将城下出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通过维港之战确实第一, 过去都不敢打仗, 叫孔日兵, 不仅老百姓都害怕, 而且就是新子军的战士都害怕, 那么打了维港之战以后呢, 打完以后, 当时搞了一个展览嘛, 各种搅和的东西展览, 一传吃, 实传白, 老百姓欢欣鼓舞, 一方面就是提高了老百姓, 民众的抗日激情, 也刺激了新子军进一步进行作战。 更重要的是, 就小小个维港作战了, 起到了就是牵制日军的作用, 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 苏伊刚道南, 江南去的时候, 日军交通线主要交通线, 一般情况下是五六十里地, 才有一个据点, 那么这个据点呢, 少者四五个人, 多者也就五六十人, 打了维港之战以后, 改成五六里地一个据点, 小的港少, 少者二十个, 多者将近七八十个, 就是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就说, 可以看出, 它起到了敌后的游击战, 牵制日军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华中日军呢, 他就会发现, 他们跟华北日军的遭遇是一样的, 就他们的后方突然一下子, 因为共产党军队的出现, 从他们的后方变成了前线, 后方不安稳。 维港伏击战后不久, 根据侦察及作战了解到的情况, 肃玉写了详细的报告, 分析了这一地区比我双方的特点, 为西子军军部和中央高层的决策, 提供了依据。 随后, 根据中央的指示, 陈毅率领的西子军一支队, 和肃玉所在的二支队, 很快将主力开赴江南敌后, 肃玉也担负起指挥二支队主力的重任。 新子军在敌后战场动作不断, 让抗日形势一下子显得风生水起, 这是日军万万没有料到的。 于是日军很快腾出手来, 调整兵力部署, 准备对西子军展开疯狂的反扑。 1938年8月22日, 华中日军派出包括美军在内的步兵4000余人, 骑兵500余人, 在二十余架轰炸机的配合下, 兵分八路水路并击, 气势熏悚感开始对新子军展开扫荡, 企图在小丹阳一带消灭新子军的主力。 面对日军大兵压境, 术裕又想出怎样的应对之策呢? 新子军根据力有限, 日军扫荡的时候, 术裕就采取什么? 叫做敌进我进, 我们经常讲的敌进我退, 但是你退了, 你众生太小退到哪里去了? 没有周旋的空间。 没有周旋的空间, 而且我们发现术裕打仗很有个特点, 不管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 他擅长进攻, 他认为就是说, 特别是游击队, 你防御, 你怎么可能跟日军打阵地战? 不可能的, 那么只能采取进攻, 因为灵活, 激动, 出其不意攻打他, 所以日军的扫荡的时候, 术裕就把部队分成三支, 甚至日军后防区跟他作战, 最远的一支打到了南京的宇华台, 中华门, 所以把日军吓坏了, 然后就跑, 那一跑的话, 敌退我追, 然后就把他扫荡军给破坏了。 这一战术配合整体的安排, 很快粉碎了日军的小丹阳大扫荡, 随后在攻打日军的据点关斗门的时候, 素鱼的用兵又突出了奇袭二字。 1939年, 随着江南新四军力量的增强和出击次数的增多, 日军试图采用梅花庄战术来对付新四军。 所谓梅花庄战术, 就是通过构建梅花形状的碉堡据点群, 来不断压缩新四军的活动范围, 达到围困新四军的目的。 整个梅花庄式的战术里面看, 关斗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它是日军封锁线的中心, 周围有好多日军在, 但是关斗门又有个问题, 周围的日军驻扎虽然是比较强, 但是关斗门本身手兵不济, 兵力比较弱。 素鱼就有个比方, 他说关斗门, 包括周边的日军的相关部队在一起, 就好比是一只螃蟹, 关斗门恰恰位于这个螃蟹的肚子上, 就是最软的地方, 素鱼就决行单刀直入, 我就打你最弱的地方。 素鱼针对关斗门一战进行了精心准备, 关斗门位置特殊, 就位于安徽五湖附近, 距点四周核差密布, 离最近的铁路仅1.5公里, 距离飞机场也只有三公里左右, 而且在关斗门南面四公里的永安桥, 北面五公里的年斗, 都有大批日北军驻守, 关斗门有任何风吹草动, 日军西南北三面派出的增援部队, 都能够在半小时内赶过来, 如果日军出动飞机的话, 更是用不了两分钟就可以飞过来进行扫射, 所以敌人认为这是最安全的地方。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没有机会的地方, 心思细腻的素鱼经过一番周密分析, 对拿下关斗门胸有成竹。 这是素鱼的特点, 准备的特别系, 面面巨岛都准备好了, 比如说训练进行巷战, 训练进行白人战, 怎么行军都已经展开训练了, 但是就不告诉战士们我们到底打哪里, 就是为了保密, 不暴露我们的意图。 部队出发以后也是不断的变换行军路线, 目的也是这个, 不让敌人知道, 比如说敌人不知道, 我们战士也不知道到底这部队要去打哪里, 一直到正式打关斗门发起之前的, 还有20个小时, 这个时候素鱼才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 告诉我们要打哪里, 开完会以后呢, 马上集行军不到20个小时, 集行军70公里, 直接传达到我们的作战目标去打, 这样就达成了作战的突然性, 出地不移。 所有的精心准备, 妥善安排, 都反映在了关斗门的战场上。 战斗一打响, 占据优势的新四军, 接近了8分钟就结束战斗, 连青草战场总共也就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等到日军回过神来, 开始增援的时候, 素鱼已经率领部队, 压着俘虏, 带着战力品, 安全撤出了。 相比较战争的胜利结果而言, 更为重要的是, 此次战斗, 新四军仅轻伤两名, 却歼灭了日北军200余人, 活捉57人, 还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 学习这个素鱼的战略计划的时候, 总觉得如果说素鱼放到今天, 它的数学是非常的好, 各种可能性的考虑到, 各种事, 就是说似乎是非常的缜密, 所以说我对素鱼最大的特点就是, 思维非常缜密, 还有感觉就是, 如果说说素鱼只会战斗, 即使这个战役打不赢, 至少不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他打仗呢, 真的比较苦, 为什么呢? 反复思考, 每次这个指挥作战, 后来素鱼晚年回忆他指挥作战, 没谈到一个战役, 他老说心情紧张, 感到担子很重, 压力很大, 为什么担子很重, 压力很大? 一个是敌人不好打, 对吧? 第二呢, 打仗啊, 他随时可能出现突发的情况, 这就要求一个指挥员, 必须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都是考虑到, 都设计好, 争取最好的结果, 但是同时要准备应付最快情况的出现。 随着陈毅, 素鱼等人指挥新四军, 在江南敌后逐渐打开局面, 党中央对于新四军下一步发展, 也有了新的考虑。 1939年2月, 周恩来来到晚南新四军军部, 在停留军部的20天时间里, 详细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并最终和新四军领导层 共同确定了新四军下一步发展的战略方针, 那就是向南巩固, 向东作战, 向北发展。 根据这一方针, 1939年11月7日, 挺进江南的新四军一支队, 二支队合并成立为江南指挥部, 陈毅任指挥, 素鱼任副指挥。 小花的日军在得到消息后, 立刻对指挥部展开了攻击。 就在江南指挥部成立的那一天, 日军进行进攻, 当时江南指挥部是在阎林一带准备成立的, 成立江南指挥部, 大事, 打一仗, 那是献礼, 好不容易日军来了, 肯定得住你, 打一仗, 就拿你祭旗, 拿你祭旗, 今天来了, 不可能老老实实让你走, 牵引他山里面乱转, 转到第二天, 在贺家村的地方, 把他打落成应战, 新四军抗战史上有两次延龄大截, 一次延龄大截是1939年除夕夜, 陈毅带着部队打的, 那么第二次就是这一次, 江南指挥部成立的那一天, 这场战斗第一次标志着新四军的力量成功了, 战法上过去都是游击战, 这次一次带有一种就是战役, 运动战的兴致,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半年多后, 苏玉向陈毅直输几件, 江南新四军应该即刻渡过长江北上, 这样做既是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指示, 也是为了避开江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的威胁, 1940年7月, 陈毅肃毅率部跨过长江,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 把江南指挥部改称为苏北指挥部, 并逐步以长江北岸的古镇黄桥为根据地, 站稳了脚跟。 而当时间来到1941年1月,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宛南事变, 留在宛南的新四军军部和9000多名战士蒙难。 噩耗传来, 此前曾多次建议新四军军部撤出宛南的素欲, 仰天长叹, 久久说不出话呢。 宛南事变之后, 中共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 下辖七个师, 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 素欲出任第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 在他的领导下, 苏中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发展。 随着战局推进, 进入1944年, 素欲通过仔细分析, 认为对日发动局部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开始积极选择攻打的目标, 并最终锁定了车桥这个地方。 那么到了1944年, 当时素欲好像觉得时机来了, 应该可以打一些局部反击了,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恰恰体现素欲的特点, 他就一直总结, 他说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呢, 你不能光是把战场上的战打好就行了, 你要了解战略问题, 要理解中央的意图, 要了解国际国内的大事。 那么1944年什么样的大事呢? 第一,国际上, 日本, 我们最大敌人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呢, 他已经慢慢的开始实力, 出现了颓势。 在国内呢, 我们的力量大发展, 八路军新四军大发展。 你就当新四军来说, 那时候主力部队已经 有二十万了, 民兵有五万多, 力量非常壮大。 所以说, 你看, 我们要看着这个时机。 就你要战略上看得远, 整个形势说明呢, 日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那么, 我们这个时候, 可以开始考虑, 实施局部的战略反攻。 所以车桥战役呢, 也是在这么一个设想情况下展开的。 对, 那局部反攻这个地点, 为什么选择在车桥这个地方? 有什么特点呢? 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呢? 它是结合部。 第一是日军的结合部, 日本华北军, 华中的, 它是派遣军的结合部, 这个地方好打。 你打它的情况下, 可能双方都觉得不太管了, 三不管的地方。 同时也是我军新四军的结合部, 把它打掉以后, 整个新四军的根据地连成一片。 所以最后就选择了车桥这个地方。 然而到底该如何拿下车桥, 解决新四军的隐患呢? 思来想去, 打官了游击战的素欲, 这一次决定指挥部队, 打一场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胜仗。 这一仗将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对日军攻势作战。 在苏中抗日游击战争史上, 还是第一次。 说到他这个指挥的这种战术, 特别在车桥战役当中, 他提出说应该是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种打法? 这个苏宇是有考虑的。 运动战的特点是主力兵团, 在比较长的战线和比较大的地区, 通过你的机动, 发动外线的数据的进攻战。 这两者呢, 比起来游击战呢, 一个是兵力小, 第二呢, 它的战线和作战方向不固定, 它的主动性、 进攻性、 流动性、 灵活性呢, 尤其是流动性和灵活性, 更加突出一点。 那么打车桥呢, 一方面我们要主力五个团, 要攻坚, 相当于攻坚地去打, 这是运动战。 你还要打圆呢? 我打这个车桥的时候, 日军可能要来增援, 那么一部分部队呢, 主攻车桥, 另一部分部队呢, 要组员, 那么这个就是运动战。 同时我们还要, 还要动员地方武装, 来不断地袭绕敌人, 辞职敌人, 这就是游击战了。 所以这一战呢, 是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结合。 为什么后来对这个战役, 被称之为这掏心战? 术语的车桥战役, 和前面的关斗门之战呢, 相比较的话, 两场战斗非常类似, 其实都是掏心战。 前面是梅花庄, 小庄子, 中间一个大庄, 也是掏心。 那么车桥战役也是, 周围都有很多据点, 中间呢, 也有一个大的据点, 车桥, 车桥这个地方, 都是掏心。 他从毛主席朱老宗那儿, 学来的一个最大的体会是, 战争是有规律的, 要讲辩证法, 打敌人的中心点, 当然又是最弱点。 他觉得就是日军会认为, 我这是安全的, 我在重兵的这个拱卫之下, 恰恰最安全的, 这样呢, 他恰恰会麻痹大意, 对这一点呢, 输于防范。 输于防范。 车桥战役取得了攻坚和打员的双重胜利, 新子军攻占车桥后, 宝应县四十多个乡的三万多民兵, 迅速冲入车桥镇, 毁掉日军攻势, 拆除围墙碉堡, 彻底摧毁了敌人的巢穴。 塑域只归的敌后游击战节节胜利, 打得日军胆战心惊, 一些日军气急败坏, 又无可奈何地说, 新子军是个神, 你打他时一个也没有, 他打你时都出来了。 接连的失败, 让许多日军悲观失望的情绪蔓延, 甚至发生了十二人集体上吊自杀的情形。 那对于这场车桥战役啊, 不知道在这个新子军的战史上,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评价? 这一战呢, 说实话, 确实相当了不起, 它应该是在华中抗战史上啊, 对日军震动最大的一次共事作战, 而且战果也非常的辉煌, 歼灭了日军大佐以下呢, 是463人, 歼灭伪军的485个人, 尤其了不得哪里呢, 这一战俘虏了24个日军, 这个战果报上去以后, 延安的巴鲁军总部马上公开向全国宣布, 说车桥这一战呢, 是到1944年为止, 我们在抗战战场上一次性俘虏日军最多的, 所以这个就非常了不起, 第二呢, 这一战呢, 应该说是华中抗战的一个转折点, 连日本的军部在东京那边他都承认, 说车桥这一战呢, 日军开始走滑行下坡路, 这说明是个转折点, 第三呢, 打了车桥之后, 我们把这个苏中和苏北, 环南环北呢, 联系了刚才苏教授讲的, 原来被割裂了, 我们现在构成了战略上的联系了, 这个就很重要, 因为我们五个手指都分开, 力量就弱, 一连起来, 捏起来, 手卫相连呢, 这个力量就非常的强大, 能够凝聚我们的力量, 还有这一点呢, 就这一战呢, 充分体现了这个苏宇的指挥艺术, 也使得党中央毛泽东进一步了解苏宇的指挥天分, 那车桥战役的捷报传到了延安之后啊, 毛泽东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 以后可以带领四五十万人, 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准, 两三年之后, 苏宇又带着他的部队, 在华宗七战七截, 打出了威风, 那么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两三年之后, 把这个重任交给苏宇, 我想呢, 车桥战役不无关系, 就看到了这是个大奖制裁, 车桥战役的胜利振奋人心, 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发表社论表示祝贺, 毛泽东高兴的说, 车桥一战消灭这么多日本鬼子, 了不起的大胜利啊, 苏宇同志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 应于嘉奖, 车桥战役后, 苏宇指挥苏宗新四军不断对日军出击, 连续展开局部反攻, 整个1944年, 苏宇领导的新四军一时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 对日卫军作战825次, 共揭秘日卫军1.6万余人, 配合了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 反攻大军。 从车桥战役开始, 素预对日军的攻势作战, 一直打到日本天皇都已经宣布投降的三个月之后, 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在45年8月15号, 日本就已经宣布投降了, 但据说当时在高游一带呢, 还有相当的一部分日军, 他们是拒绝向新四军投降的, 这是为什么? 当时的重庆政府呢, 只允许日军向国民党军投降, 不允许向新四军拔罗云投降, 那么日军呢, 得了这种情况以后呢, 他认为高游这个地方呢, 他可以坚守, 他可以不投降, 高游这个地方啊, 在江苏的中部, 正好在运河道上, 是一个利益的兵家必争之地, 当时在秦朝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建了个高台, 又设了个游艇, 所以叫高游, 日军呢, 战了以后呢, 又反复进行修补, 把这个地方修得非常险要, 你看当时那个新四军派了一个反正的卫军一个副团长嘛, 派回去劝他们投降, 当时非常嚣张, 把他杀了, 把头啊, 从这个城镜上扔出来, 非常嚣张。 高游, 战略位置重要, 自从1938年被日军侵占之后, 七年来, 日军一直把这里当成重镇把守, 城墙上, 驻有永久性机枪掩体34个, 还有两层及三层碉堡8个, 城外攻势密布, 四周由5至7米宽的护城河环绕, 抗战胜利之后, 驻守高游的日军成为盘踞中国大地上拘捕投降的最后一支顽敌, 仍对未来抱有各种幻想, 他们的命运落到了素玉的手上。 他打算动用三个中队, 将到苏中的敌方部队, 野色的特务团, 把高游和少博一起拿下, 比如说七重打少博, 八重打高游, 六重清除少博以南的地区, 准备打来增远的敌人。 可是那个时候, 新四军军部又接到总部的指示, 就考虑先要去解决金浦县, 就要求把六重调到金浦县去, 少了一个中队了, 规模就小了, 那么就分两部分打, 一部分呢, 兵力七重呢, 以一部兵力先去打少博, 那么八重呢, 他就直接交给陶勇, 让陶勇去打高游, 然后以一部兵力, 以一部分兵力呢, 去打少博以南的地区, 准备打援兵, 是这么一个部署, 那么实际证明, 这个部署非常妥当。 一旦让素玉成功地摆开进攻阵势, 胜利也就不远了, 1945年12月19日, 高游战役正式打架, 素玉亲自部署指挥战斗, 采取了攻城与打援相结合的战法, 集中兵力从东北西三面, 向高游绍博的日伪军发动进攻, 没过几天, 就拔除了高游城周围的据点, 把拒捕投降的日伪军围困在了高游城内。 12月25日晚, 高游下着雨, 细雨飞飞中指挥部下令, 趁着夜色对高游城发起最后的总部, 激烈战斗持续到第二天下午40左右, 第八纵队已经把日军旅团司令部重重围住, 眼见大势已去, 日军驻高游最高司令官延齐大佐, 下令打起白旗投降。 高游日军放弃抵抗同意投降后, 素玉直派新四军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 副主任谢云辉进城受降, 素玉对两人特别强调, 要求日军必须无条件投降。 受降过程中, 素玉没有打招呼, 而是不声不响来到大厅, 和军民们挤在一起, 作为一名观众, 全城观看了受降仪式全过程。 三天后, 素玉代表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 见了高游投降的日军延齐大佐和其他军官, 看到眼前这位善用骑兵, 威震大江南北的素司令, 竟然是如此谈吐如雅, 平常普通, 这些人感到十分惊讶。 已经是败军之将的延齐, 当即戒下自己的指挥刀, 向素玉深深居的一宫说, 仅将这把元祖相传的紫云刀, 敬献给久已仰慕大名的中国将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